为了让小学生了解在地的文化与农产加工 并行销当地的农特产 南投县小半天休闲农业区 特别结合宁静的文昌国小 举办一场酱笋制作体验 希望在老一辈的经验指导下 大家可以动手学习 也学会推销优质的农特产品 由社区技工做食饭 从切竹笋开始指导现场的小朋友 如何制作酱笋 每一个过程都详细减少 然后让大家动手 学做出满在地特设的加工农产品 今天做酱笋我非常开心 因为可以体验到以前阿公阿嬷 在做酱笋的辛苦 然后就很好玩 可以学到怎么做酱笋 以后要吃酱笋的时候可以自己做 你可以学到酱笋要切多少 觉得他们很厉害可以不用冰箱就可以保存酱笋的罐头 还有酱笋里面的东西 随着时代变迁 现在会做酱笋的民众可以说是越来越少 何况是还在读书的小朋友 一时小半天休闲农业区就希望这项传统手艺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今天我们要办这个体验就是要给这些小朋友 因为这些小朋友都在我们这些本萨本队的小朋友 家长出来没有人体验说我们这个最好吃的古典的正顺 不要怎么做 在这些我们的技术在这些小朋友教 所以说这些工夫没有勇气发展下去 小半天休闲农业区配合入股乡文昌国小 办理一连串的在地运化体验活动 不仅让学生走入社区 了解自己居住的这片土地 也想未来大家都能大力推广 优质的农特产品 所以那就算是我们老鼠中传来很好的一个食材 一个食物 因为进行我们的冰箱不是那么盛行的时候 我们的老鼠中为了把我们的那个这么好吃的笋子 就是如何来做一个保存 所以就特别研发出来酱笋这些东西 那研存到现在我们这种粥笋 在我们的不管是餐厅还是家庭里面 它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食材 像我们炊鱼也好 或是煮鱼湯 煮粥笋鱼 丁丁都用粥笋 所以这些东西真的是非常好吃 好 我们的酱笋是因为我们小半天出产的竹笋 那竹笋呢在这个季节的价格非常的低廉 所以我们透过孩子去做这样子的竹笋的制作 把我们这个小半天的特产能够行销到世界去 特别为这个小半天的这个特产来做行销 剥好了笋子洗过 切好之后 接下来按照比例 将豆腐与盐巴 装进去棺子内发酵 大约一个月时间 就能享用好吃的酱笋 而这项新能的传统研制技巧 不仅可以解决 阻止生产过剩问题 也能制作出好吃又具有地方特色的加工农产 增加农民受益 陈利菜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即使公ai 中文字幕志愿者 建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